密宗道赤地广论 明最初修野满赤地 以诸行及道果之赤地品 第十四之二 我们今天谈魁山 增进二赤地之方便 这一章里面只有一大段 但是这一大段里面包含很多 可以讲这个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精华 我们晓得这个修行 有一种叫做圣意的 一种叫做方便的 那么分成两个赤地呢 这个方便的就叫做生起赤地 圣意的呢就叫做圆满赤地 这是两个赤地 假如呢 只用圣意的来修的话 那跟这个沙佛世界完全毫无瓜葛 也可以讲他直接就是修空性的 修大圆满 这是圣意方面 那假如不一方便来修的话 很少人能够修行能够成就 大部分来讲都只有上上根器的人才能够成佛 其他一般人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有所谓修圣意的 有所谓修方便的 但是应该讲起来先方便的先修 以后再修圣意的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先从生起赤地再到圆满赤地 那么方便的方法呢 就是跟我们沙佛世界 人本身的人性有关系的 跟人性有关系的 那么密教啊 也是利用这个跟人性有关系的方面 这样子去渐进的修行 一直到你修行到很坚固了 再进一步修圣意的这个圆满赤地 所以他这个在这一段里面呢 他第一行 诸行未有了之 义成体性 善巧方便 受用诸意 也就是讲 我们人本身啊 里面是有欲望的 身体里面本身有人性 他本身有欲望 但是你要善巧方便的 利用你的欲望来修行 这个就是生起赤地 也就是方便 那么他里面分成三种修行 我们经常提到的 一个是有戏论 一个叫做无戏论 最后是罪无戏论 他分成这三个三种方法去修行 有戏论 无戏论 无戏论 没有戏什么戏 没有戏可看的 罪无戏论 通通没有的 这三种方法去修行 有戏论呢 可以讲就是掺杂了我们世间的这一切 人跟人之间的这一切都掺杂在一起 佛教里面 佛法里面分成戏论跟无戏论 我们都晓得 因为在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 提到很多的什么叫做戏论 或者离戏 离戏就离开游戏 我们沙婆世界就称为游戏 有戏论 无戏论 罪无戏论 就是一切通通没有的 那么这个三个方法去修呢 他是这样子的 他依照这三个方法修 是要看你的根气 你是属于什么样子的 你就修什么样子 所以他这里面有写到 此善系有知会 知具年龄而分 这三个 知会 你的知会到底是高啊 是低啊 是很这个阅历啊 或者是很这个浊啊 很纯啊 你的知会嘛 按照你的知会 你知会非常的高 那么你就可以修着 罪无戏论 你知会太低了 那么你就先从有戏论修 知记 就是你是不是法器 你的这个法器 是大法器 中法器 小法器 破法器 按照你的这个 你本身的知职 你的本身的这个职 去修的 年龄 你年纪很轻 或者年纪很大 他也有分别了 年纪很大的时候 他修法不一样 年纪轻的修法不同 去分别 要修这三种 那么他里面所提到啊 这三种的修法 这个是密教里面比较特殊的 你们也看不出来 好 我念给你听 有戏论者 未以胜处 以二十名 以杰索印 及歌舞等加行 昼夜勤行 而得大印 设行论 说因陀罗 伯底王 既依此行 而正大印 无戏论者 为依五名 或依一名 以修益成为道 而得大印西地 最无戏论 为依心间知印等字 而能圆满大印果位 这就是三种修行 你们看了 知道他里面讲什么吗 有戏论是怎么修的 这个无戏论是怎么修的 最无戏论是怎么修的 他几句话就讲出来了 你知道他怎么修的吗 以胜处以二十名 以杰索印 及歌舞等加行 昼夜勤行 而得大印 无戏论 依五名或依一名 以修益成为道 而得大印西地 最无戏论 为依心间知印等字 而能圆满大印果位 怎么修的 我也不用太讲清楚 这个二十名 就是二十个名飞 这个有戏论 二十个名飞 以解锁印及歌舞 要唱歌 要跳舞 种种的加行 昼夜勤行 而得到空性光明 无戏论 无戏论 依五名或依一名 五个名飞 或者一个名飞 以修益成为道 就是说 依照事实防复的这种欲望 做他的底来修行 而得大印西地 得到光明空性 这个是无戏论 最无戏论 未以心间知印等字 只是你的心 知印 知晦的 虚空的 无形的 能你以智慧的 虚空的 智慧的 跟你自己本身的三摩地 本尊 互相能够圆满 大印果位 这是罪无之印 那么这个修行 跟世间凡夫的 这个 这个贪欲 是不一样的 跟你讲 就是这一点的分别 你以为 哇好 二十个名飞 我要修这个有戏论 有戏论 二十个 或者二十个以上 他已经胜出于二十名 二十名飞 就是二十个 有戏论 二十个以上 你以为 哇太好了 我一定要修有戏论 我告诉你 眼睛会流眼泪 鼻子会流鼻涕 牙齿会动摇 耳朵会龙 四茫茫 伐苍苍 此摇摇 这个左路 你都会弯腰头背 你修行 你凡夫的欲望的行 来作为你的底 你不明白这种修行 你 昼夜情形 得到空性 大 大一 光明 那真拼 真有拼 我告诉你 会胜水 枯竭而亡 叫你得到慧劳 汽柔 这个肝扁之病 叫你弯腰 駝背 都爬不起来 所以这个修行 不同 这个一般来讲 像这个吴戏论 他说五个名妃 或一一名 就是一个名妃 其实这种修行的方法 不是凡夫的一般的贪欲 是完全以无漏 无漏清净之行 去修的 那么这两个是以贪欲 以人性本身的贪欲 为基本上 用这个贪欲的方法去修行 在密教里面有 那么他本身 最重要一点 他这个此三种行 都有一个基础 不是随便修 你看第二段 第二行 此三种行 又以生起次第 坚固厚而行者 要生 最起码你生起次第 已经很坚固了 最起码 你修行的生起次第 已经很坚固了 这个是密教里面的法 另外呢 你已经产生 幻生了 中阴身 你已经有出现中阴身 自己的中阴身 已经出现 这个时候 才修这种行 你没有生起次第 坚固 没有办法修这种行 你修这种行 就是自找灭亡 自己找你自己的灭亡 会胜水 会枯竭而死 胜水枯竭而死 很厉害的 那么他这样子讲 设行论里面有提到 说 英陀螺 伯底王既依此而修想的事 就是道立天王 一般来讲 我们道家 有些道家的人就称为 亦房大帝 天地 亦房大帝 就是阴陀螺 阴陀螺呢 就是依照 二十个明辉以上 这样去修 去证明到 空性跟大印 空性光明的 五明或一明 这个是属于无戏论的 五个明辉 或者一个明辉 是属于无戏论的 那么最后呢 最无戏论 是心间知运等知 以你自己本身的 智慧虚空中无形的 智慧本尊 跟你的三谋的本尊 互相结合 然后证明到 这个空性光明的 这个是属于 最高的 就是最无戏论 这个修行啊 这样子的修行 在密教里面有 在显教所无 所无 在密教是有 但显教所无 但是最高 最高段的修行 根本上讲起来 还是 以这个虚空中无形 跟自己的三谋地 本尊 互相结合 这样子的 为罪无戏论 是最高 最高的 没有用世间的欲望 方便去修行 这个修行啊 既能出生 将得大印西地之相 你能够得到啊 这个空性光明的 成就的相 这种相 是什么样子的相 这只是表现在外的 表现在外是怎么样 细色 什么是细色 就是说 不是很粗的 不是很粗的 你所显现出来的 便不是很粗糙的 是很微细的 微妙的一种颜色 所以修这个法会得到大用 那么会轻触 就是感觉上你身体 你身体的触觉啊 全身的皮肤啊 甚至于种种的 触觉 是很轻 很微妙 很好的那一种感觉 叫做轻触 再来是周边 什么叫周边呢 你身体任何一个地方的气 你都能够运行的非常周边 也就是说 任何你身体的各个部位 都是非常严满的 正德 是由正法得到的 而不是由血法得到的 光明 你身体会产生一种光出来 这个光芒是自然的光芒 是一个很自然 很微妙的这一种光芒 你的内外都得到光明 坚固 不会有虚弱的感觉 没有这个气啊 不足的感觉 你身体非常的坚固 始终是 得到这个 你身体里面的所有的生命元素 一点点都不外向外露出的 一点点都不损失你的精神的 一点点也不损失你的生命的 你的身体像金刚一样的 这种坚固 就是坚固 自在 你得到永远的快乐 永久的一种快乐 而且身 自己的身心 自在的 没有烦恼 烦恼解脱掉了 没有烦恼 永远的大乐 永远的 你能够随你的心 随你的身 去做任何的事情 这个就是自在 如意 这个是一个西地 所谓如意的西地 当你的念头想什么 什么就来 这叫如意 我们经常 人家写一个贺卡给你 祝你心想事成 心里想的事情就成 这个就是如意 当你修行到这种境界的时候 一切都是如意的 你想钱 人家就来 给你 自动送来 你不要 他还是要给你的 他还要追着给你 你不要了 我说不要就是不要 他还是要追着给你 你只要念头一动 你衣服就得穿 官也能够戴 你只要念头一动 什么事情就达成 什么事情就 人家都给你做好 这个就是如意 还有更如意的 你想到哪个法界 你都能够去 你祈求你的父法 说父法 今天晚上 我很想到哪里去 他就带你去 这个就是如意 很简单的 我们每天晚上 想要做很好的梦 我要想要做修行的梦 然后每天晚上 因为晚上这个时间很长 你一躺下去 十二点到早上六点多 这一段时间 你都没有修行 你跟父法讲 我希望在做修行的梦 你在晚上已经做了好几坛的功课 在梦中你就做了功课了 你白天不用做 白天你可以做这个雷杖式的法务啊 这个就行了 对不对 你白天做了那么辛苦 其实我晚上已经做了 晚上你做了很多功课 你晚上已经在修了 这个就是如意啊 对不对 或者你晚上六点钟的时候 都是浪费掉的 都浪费掉了 一般来讲修这个行动 身体的疾病也会少 因为这世间上 沙坡世界 最使人痛苦的是疾病 最不自在 任人宰割 任人宰割哦 你晓得你身体长了什么东西呢 你躺在医院里面 任人宰割了 他要高兴给你怎么割 就是怎么割了 这个时候你怎么可以叫自在呢 你得不到自在 哪里是自在 你根本没有自在嘛 你认 你 人 你为 遗弱啊 你已经变成人家的遗弱 人为 刀主 对不对 要剁你的 尾就剁你的尾 要剁你的头 就剁你的头 你是任人宰割 你怎么叫做自在呢 所以自在就是能够自己自主 自己自如 能够很如意 我们修密教的人 注重身体 也很注重身体 你身体好 你精神旺盛 你气足 气足够 你能够顾手 能够把气提起来 能够往下 上 左右 周偏 前身 你能够放光明 你能够放光 放光明 这个是金刚圣里面的大法 你要修到这种境界 你才能够修这个二十明灰 跟五明灰 一明灰 这样子修 你没有这种境界 你就是一个招老头子 招老头子 对不对 所以修密教的人 身体 很注意身体的保养 大家要注意身体的保养 千万不要让它长出东西 否则你就变成不自在 那你自己也要这个实时调整 自己的身体里面的地水火风 因为调营就比较没有病 你没有调营就产生很多毛病 你火太大了 到处都死了 这边长什么 那边长什么 哇 火气很旺 到处都是这样子 你水太大了 你肾脏都会产生毛病 这个肾脏啊 哪里啊 水肿啊 焚身这个 一压下去 这个皮肤不能弹起来 这就是水大的毛病 地大的毛病啊 骨头都会断啊 腰也酸啊 背也痛啊 这个肉也是有问题啊 五脏都产生问题 轰大的毛病呢 这个呼吸器官有问题 这个呼吸器官有问题 所以地水火轰 你都要调得很均匀的 就不容易产生毛病 这密教里面叫你修身啊 以身自己啊 你自己的身体啊 会得到细色 清处周篇正德光明 坚固自在如意 这样子修下去呢 现世能够修得大成就 你在沙坡世界 依照你的金刚不坏身 你已经得到现世的大成就 在这个沙坡世界 已经得到大成就 不会说他们病得要死 那些很多人都病得要死 等到死了才成就 那死了他才说 然后他已经成菩萨 成罗汉 成佛了 那不是的 密教金刚圣的 叫你现世得大成就 就是你现在呢 虽然你年岁很大了 七十几岁 八十几岁 你还能够健步如飞 身体还有光明 气很足 你还能够这样 什么都能够很自在 很如意 这个就是现世大成就 那么你要现世得大成就 应该要修这种三种行之一 令道增长 如色行论应当广之 那密教的修行啊 是有这个升起次第 就是方便 那么圆满次第 就是圣意 这两种修行的方法 那么他当中有戏论 有这个无戏论 有这个罪无戏论 那么三种 他有他的 他的这种 不同的 那么依照联宁啊 依照智慧 依照你本身的知己 去修的 最重要一点呢 就是说 你已经升起次第兼顾了 你的身心啊 都得到大兼顾了 你才能依照这三者去修 那今天就谈到这里 密装到次第广论 明最初修也满次第 以诸行及道果之次第品 第十四之二 我们今天谈 魁士 彼等为三四道之理 这一章里面啊 应该讲起来 他是讲说 成佛的时候啊 的几个状况 也就是有三种 成佛的状况 那么这里面就是在解释 这三种成佛 最后谈到一点这个明光法 最后谈到一点这个明光法 是在于 他本身能够寄生成佛 这里面讲的 如是无上一家不一切到若顺所化 修果次第 设为三类 上则现世成佛 也就是寄生成佛 中则中有成佛 也就是中因成佛 下则转生成佛 三种 就是转世成佛 那这三种成佛啊 就称为三四道 一个是上四 中四 跟下四 就称为上四道 他讲他本身这个成佛的道理 什么是寄生成佛呢 自己本身化为不死红光 也就是不需要有其他的菩萨 他来给你接引 或者其他的言 直接就可以成佛的 就是寄生成佛 就是现世就可以成佛了 这种成佛不是中因成佛 中因成佛 所谓中因就是灵分 中因就是灵分 也就是中有 他这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提到啊 这个中因成佛是这样子的 以临终时啊 先发誓愿 愿能献正时有光明 真胜异地 以时有后当起放生 如是始则顺始见次而修入光明之次地 既能献起始有光明 由此利固 以凡人成终有时 既成范生 他这个意思是这样子讲 我们晓得要清楚分别 什么是这个寄生成佛 所谓寄生成佛 就是说你还没有死以前 你就能够修出范生 已经就献出范生来 然后把这个范生本身 加强他的光明跟坚固 那么等你自己本身 这个范生离开你自己的身体 化为彩虹光 直接进入这个大的明体里面 宇宙意识里面 这个就是寄生成佛 那但是呢 等到你自己在菩萨面前发现 我愿意死的时候啊 身体能够产生光明 那么你依照这个光明的次地去修 一直到你自己能够产生 啊 范生出来 那个让这个范生 本身跟宇宙的大光明 互相结合 这个就是中阴成佛 这两则之间是有分别的 大家要看清楚 那么这里提到啊 这个中阴成佛啊 是一个报身成佛 应该讲起来 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所谓寄生成佛啊 就是法身就成佛了 你本身已经显现 在还没有死去以前 你已经有光明体 这个就是法身成佛 寄生成佛 等你死后你才显现光明 死后修 就是应该讲起来 中阴旧度密法 中阴旧度密法里面 所提到的中阴成佛了 那么本身就是啊 中阴成佛 啊 就是第二第二中式所修的 那个时候是死了 以后才现出光明 现出光明的时候 然后才成佛 我认为啊 一般的显教所修的 差不多都是中阴成佛 没有寄生成佛的 啊 他们有很多法师也认为 寄生成佛不可能 我们只能够有中阴成佛 很多法师也认为 寄生成佛不可能 直接变成佛身的 不可能的 一定要由菩萨 或者是佛 啊 阿弥陀佛来接引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成佛了 称为中阴成佛 这就是在密教里面了 但我们讲的这个寄生成佛 就是法身成佛 那么中阴成佛 就列为二等 称为报身成佛 就称为报身成佛 他这里面有提到 说成终有乐 严满无比则 未成报身 此事到位三生 以五次第论 说放身为报身 也就是报身成佛 也就是报身成佛 那么 大家也清楚了 什么是这个转身成佛呢 转世成佛呢 在这个四百九十八页 后面算来 一二三四 第四行 其转身成佛者 有灌顶 以为 佛三昧亚 以戒利 未多修道 有虽修道 为修 生起次第以下 佛有得 心眼离以下 圆满次第 以此为利 以不诸道 依应准之 意思讲 不能够现 不能够寄生成佛 也不能够终因成佛 但是他本身 叫转生成佛的原因 是因为他本身有灌顶 受过灌顶 也能够扶持三昧亚 跟戒利 也扶持三昧亚 跟戒利 虽然本身没有修 没有很多的时间来修 就算有修来讲 也是生起次第以下 生起次第还没有修正 或者是说 得心眼离以下的圆满次第 它是有个标准 就是这个标准以内的 这个都是在转生成佛 因为这一世没有修成 那么只好转世 转世以后再来修 有的这个 你的这个密教行者 他转世就变成男的 那么男的密教行者 在依照这个 他本身的这个根器 这样子来修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那么在这里面所提到了 很多这个放生的问题 所谓放生 就是中阴 也就是灵魂 那么在你本身是个人生的时候 还在修行的时候 你就生起你的放生来 这个是寄生成佛的现象 假如没有等你死后再献起放生来的 放生每个人都会有的 但是这个放生 能够得到放生以后 再修入光明的次第 这个是中阴成佛 那么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等你死后得到这个灵魂 但是灵魂本身没有得到光明 那么你准备转世吧 准备转世就是转世成佛 这个是有三个这样子讲 那么这里又提到 这个认世光明 也就是说你在明光的修行的一个重点 为什么要修明光 就是因为你死的时候 会显现这一种光明出来的 在死的时候显现这种光明出来 那你怎么样子修这个光明呢 所以你在生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去修 修你睡觉的时候也有光明 这个光明才能够显现 你现在睡觉的时候都是一片黑暗 你什么时候会有光明呢 人的死跟睡是差不了多少的 你睡的时候你不能知道是睡 而且随着梦转 那保证你不能往生 你就是说你在睡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梦是在做梦 最起码 不然你在梦中也能够修行 再来你要睡在光明里面 你才能够显现光明的中阴身 你才能够成佛 否则你睡觉的时候就是死了 就什么都完蛋了 那你还修什么呢 对不对 因为人的死跟睡是差不了多少的 人死一睡是相差无几的 你睡不能控制的话 你死也不能控制 很简单的讲 你睡得不好 你也会死得不好 你也一定死得不好的 因为你睡都不能清醒 你死怎么能够清醒呢 很简单的道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密教里面教你睡 就是这一段里面所讲的 叫做明光 那么明光的时候有几点 你要非常清楚的 这个就是说 其见赐者为令运等入为细界 细界要入心 心入一师 师入无名 以示加行而入睡明 要懂得你平时白天所修的要非常的坚固 然后零睡的时候要发现 要跟你的父法祈求 跟你的本尊跟上师祈求 令这父法 令父法跟这个上师加持你 希望你自己本身在睡的时候也变成本尊 本尊显现光明去照着你 让你永远睡在光明里面 这是一个重点 那么这个这样子的想法 要让你的五印通通入为细界 细界要进到你的心 心要入于你的思想 那么思想要进到最大的光明里面 叫做睡明光 它有一个方法 你必须要在白天的时候就非常的坚固 你自己本身的修行之念 所以这个字真正的口节是在这里 是睡明的光明 你睡觉的时候有光明显现 你才能够成佛做主 你睡的时候都是黑暗的 乱梦一场 乌七八糟的 什么梦你都梦 你根本你死的时候 也就是什么路你都走了 你哪能够走得让光明 你怎么能够成佛 怎么能够做主 就是这个关系的 那么睡明光明的根本 乃至轰卫动时而有 轰散动以后进入梦想 记得 你为什么会有梦呢 是因为你轰在动 就是你的呼吸 你的呼吸的时候不正的话 马上都是乱梦的 你的轰在动 所以那个吐纳是很要紧的 这个呼吸很正确是非常要紧的 这个时候呢 你假如轰一动 你就进入梦境了 就有梦了 轰不动就没有梦了 所以光明啊 必须要在轰没有动的时候就要出来 他是这样啊 讲得非常的清楚 这个时候你要摄持自己的心 使自己的心 去住在无垠的晴空 就是光明里面 你睡觉的时候啊 你的心啊 就要放在 就是睡在光明里面 要能够睡在光明了 你才能够有成就了 这个就是睡明光 这个在密教才有啊 显教所无 显教没有叫你睡觉的 密教才叫你睡觉 所以很多显教的法师啊 白天修得很好 晚上就乱七八糟 那白天修得很好 晚上乱七八糟 有什么用呢 等于是一下子 晚上全部都光光了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此任此睡明光明的教授啊 不依言 但能持梦 既能休息 你要懂的是梦啊 你不知道那是梦 你就惨了 此光明以启梦生法 是何修使光明 以何修忠欲 有之教授心脏 所有的师长 应该详细解说 今天就讲到这里 Om Mani Pai Mi Ho Om Mani Pai Mi H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